她有着绞好身材 管家为她穿上礼服 从高达百层的顶楼向下看 好像一切钱财都掌握在她手里 突然间一个黑影坠落 她竟成了续性命案的目击者 摔下顶楼的女孩叫安娜 是一名贫苦女大学生 也是个孤儿 为了补贴家用 她去顶楼应聘数学家教 为小财法们补课 可他们嫌弃安娜寒孙 穷鬼不配来上流社会 一直在欺负她 笑爸吸睛还诬陷安娜 偷了她的零食和钥匙扣 她的爸爸丹太还把安娜踩在脚下 骂她是个小野种 穷鬼身上一定很脏 但上流社会也不见得有多干净 丹太在外打造好男人的人设 北地里却和女高音家 舒贞做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 甚至海金屋藏娇 日日在外偷情 可这些都被安娜拍了下来 难道这对狗男女 就是杀害安娜的凶手吗 这个女人是个狠角色 为了女儿露娜不被退学 一脚踢断校长的牙 她叫吴姐 是一个房产中介 每天讨好各处权贵 甚至还要忍受性骚扰 一天 她拍到了政界大佬出轨 当红女明星的视频 逼迫大佬给她打封口费 吴姐把这些钱拿来贿赂校长 为的就是让露娜 不要被小财阀诬陷退学 可她所做的一切都为了狗 露娜一心向上清雅易高 以后当圣乐家 这可让吴姐伤脑筋 原来吴姐年轻时 也是圣乐家潜力股 当年和书贞竞争 清雅易高音乐节奖杯 一旦赢到 便可以获得首尔大学入场券 那是韩国人挤破头 都想考上的大学 吴姐虽然实力超群 可后台比不过财阀书贞 甚至还被她诬陷 划伤自己的脖子 不仅奖杯被夺走 甚至断了圣乐家的前途 初恋也被她抢走了 所以她不想让露娜 也走这条路 财阀的骚操作就是多 十几年过去了 书贞依旧想把吴姐踩在脚下 她看到露娜参加 清雅易高的面试 便买通考官 给她不及格的成绩 可书贞千算万算 没算到另一个群鬼安娜 凭借着美妙的歌喉 得到考官们的喜爱 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雅易高 难道穷人真的什么也不配吗 韩国女人地位实在太低 加入财阀也要受人凌辱 丈夫啃老混吃等死 还喜欢各种cosplay 活泼要她百依百顺 七大姑说她没准备水果 八大姨嫌她做饭难吃 但她至少天天穿名牌 比群鬼安娜好太多 安娜天天被小财法门欺负 为首的两兄妹就是个变态 哥哥成绩全校第一 每次考试都帮妹妹作弊 妹妹对哥哥有着强烈的占有欲 二人在学校形影不离 他们的父亲丹太更是丑陋至极 妹妹犯错 她只虐待哥哥 甚至建了一间密室 就是为了虐待兄妹俩 时间久了 他们产生了不可描述的感情 当安娜用仙女般的歌喉 拿到第一名时 小财法门怒了 他们有知名的声乐家辅导 砸钱贿赂考官 动用家族关系 穷鬼根本不配和他们竞争 实力在这里一文不值 他们把安娜拖到郊外 给她泼汽油 还录视频凌辱她 骂她是畜生 小野种 看到这里 所有人都有杀死安娜的嫌疑 那最后的真凶究竟是谁呢 韩剧顶楼就是围绕安娜坠下顶楼 展开描述的剧集 足足演了21集 狗血道让你静掉下巴 姐妹反目 互相出轨 各种认亲桥段 甚至还有死而复生 编剧金顺玉曾经写过妻子的诱惑 大家可以想象 顶楼可以有多狗血了 目前顶楼3正在热播 如果你们想看喵妹解说的话 记得在评论区告诉喵妹 一定将 感谢观看